早安, 老友記 歡迎收看期刊會呈獻開心, 老友記 潘小姐 是 在做節目, 你在做什麼? 我在熱身拉筋 拉筋?你傷筋 我等老友教你, 你怎麼做就好 早安, 兩位 早安 不好意思, 放開拉筋 不, 我們是錯誤示範的 真的拉傷了 不好意思, 嚇倒你 我知道最近有一個課程 特別是讓長者和退休人士學拉筋 是, 沒錯 為何會設計這個課程給他們? 因為這個課程針對長者 對長者很多時候會比較緊張 肌肉會比較繃緊 還有肌肉會開始退化這些問題 我們可以透過伸展 從而加速血液循環 令肌肉可以放鬆 放鬆之後可以提高他的生活質素 因為他每天都可以做很多不同的動作 例如我煮東西吃, 拿一勺鹽 我本來去到這麼高, 我就上不了 很痛, 我會很傷心, 不開心 如果我做完伸展之後 我可以再拿高一點 我們動範圍變大了 自然的生活質素會提升 拉筋可以幫助他們 對, 可以 教練, 我三姨婆, 九叔公 去過玩, 他們回來就這麼吵 他們痛得吐電 年紀大了, 他說不用 他說這樣還弄壞身體, 是不是這樣嗎 其實不會, 因為我們做伸展 其實有循步漸進 我們可以透過一些動作 簡單一點, 慢慢做 然後再加深下去 是 他逐步逐步上去的時候 肌肉不會太痛 或者令到好像大王一樣 心理有壓力, 下次不想去 我們就會減掉這些問題 但初期是不是不習慣 會有一點痛, 這是正常的 有一點伸延, 有一點拉扯的感覺 痛就少許, 不會太過辛苦 而且我們盡量避免拉得太過激烈 是 有機會受傷 是, 還有長遠做 多點做練習, 是不是就像方先生說 變成他可以生活質素、能力 各方面的範圍 會的… 因為你常生活的話, 我做多了 我的痛症可能少了 我去生活就開心 我做每一件事都可以享受下去 是, 你不是想貝英姐姐嗎 他真的要去學習 是, 要去學習 玩了多久? 已經學了三個月 你成效覺得怎麼樣? 非常好, 因為試機可能多壓力 肌肉很多時候很緊張 做了之後, 整個人都放鬆了 這麼厲害?試試吧 試試, 不如示範一下 例如怎樣做法 是不是真的那麼痛 好, 我們先試幾個簡單的 好嗎? 好 首先把大家的膝蓋慢慢打開 腳跟位置儘量拉高一點 是 雙手放在大腿上, 近膝蓋的位置 慢慢把上半身向前挖 挖下去的時候, 手給一點力氣 推開膝蓋 你很痛 一點, 不會太痛 還有當初, 最初的時候 如果我們拉下去 角度不是太大, 沒關係 你覺得有一點拉伸已經可以了 不要太大力 慢慢來 沒錯, 伸展大腿內側的肌肉 然後把上半身輕輕地慢慢向前挖下去 對, 你開始感覺到背部有點拉斜 再加上一點就是… 側側, 把肩膀側向一邊 腿順勢 挺好, 很舒服 對了, 腿順勢, 令上天花板 我們保持這個動作 保持15至20秒就可以了 好, 慢慢回來中間 做完一邊之後, 可以做到第二邊 這個可以拉鬆背部 特別是下腰、背部的肌肉 我沒有腰、腎、背部 你跟他的問題 第二個動作呢 第二個動作, 好, 就到上肩膀了 嘗試把你的頭側向自己的右邊 然後把右手拿起來 放在頭的左邊, 輕輕地向下拉 然後你的左手放在背後面 盡向右邊推過去, 伸展過去 對了, 麻煩你, 大王 很好, 我現在感覺到 這個位置有一個伸展的感覺 對… 你嘗試放鬆 我的頭輕鬆, 兩邊轉一下 你做完一邊, 做另一邊 感覺這個就會… 其實真的鬆了 對, 沒錯 第三個動作 第三個動作 簡單一點, 一起參與大王, 好嗎 不要緊的, 把左手拿出來 好, 手背向前面, 手指向地上 然後右手拿過來 捉住我們的手指和手掌的位置 慢慢把它拉近身邊 定住在這裡, 保持呼吸 大王, 很痛嗎? 差不多抽筋 有一點的, 儘量不要太大力 好, 慢慢放鬆, 反過來 很痛, 這次到手掌向外面 對了, 同樣另外右手捉住手掌 慢慢把它拉過來身邊 定住, 保持這個姿勢 十五至二十秒 好, 放鬆, 定住它 是 有沒有試過買鬆嗎?大王 經常買, 那怎麼辦? 這個適合你做 因為經常拿著重東西 前備肌肉買好 三二龐, 正好 對, 當然要跟三二龐教她慢慢做 不行… 老後肌千萬不要怕痛 有時長時間拉鬆筋, 就是一件好事 我接著要向這位醫生拯救一下事情 好, 還是提醒老後肌, 量力而為 多謝兩位 好, 謝謝 謝謝 很多老後肌年紀大了 牙齒都會脫掉或剝掉 今早請了梁醫生跟你說 應該怎麼解救呢? 好, 其實老人家失去牙齒 其實挺煩惱的 第一, 因為咀嚼食物方面會影響了 變得消化不良 有時營養吸收就不太好 第二, 有些老後肌 失去牙齒之後, 說話漏風 是呀 發音的時候, 說得不清楚 第三, 其實也是重要的 很多時候老後肌 特別是牙齒, 缺失比較多的老後肌 失去牙齒, 特別是門牙 有時下街, 見朋友失去牙齒 對於社交圈子也嚇習了 如果能夠有活動解牙 給老人家的話, 就可以幫助牙齒吃東西 吸收得好一點, 營養 而且發音方面會發得準一點 更加重要的就是可以社交圈子 下街, 去社交中心 跟女友記, 見面, 聊天, 都很好 是, 譬如活動假牙 對於長者來說, 應該比較適合 剛才聽梁醫生這麼說 但整個過程是否複雜的活動假牙 其實雙活動假牙有很多步驟 不同老人家有不同的雙假牙方法 但活動假牙是一個比較常做的方法 老人家如果想他去做假牙的話 首先要去到關牙牙醫那裡 檢查之後 就可以跟他看看口腔是否適合雙牙 如果適合雙假牙的話 那牙醫就會替他洗牙 照X光, 檢查一下 有些鑄的牙我們可以補 一些補不到的牙, 就可以剝掉它 有需要照X光, 清洗牙 直至讓牙肉和牙骨生好之後 我們就跟牙牙齒填好 經過一些步驟 最後活動假牙做出來之後 就可以給老友記 當然活動假牙因為新的 很多時候老友記都要給點時間適應 要多點時間適應 說到活動假牙 很多時候他們覺得好像很不舒服 是不是有一些是部份的 有些整個都是假牙 對, 對於老友記 如果從來沒戴假牙的話 我們看到一些部份的牙托 都已經不小了 如果是傳統牙托 你看得到那個尺寸也挺大 所以老友記開頭大的時候 確實需要一段時間適應 其實每一個老人家 都有不同時間的適應期 有些可能是一、兩星期適應到 有些可能要四、五個月才適應到 這麼久? 對, 牙醫會因應老人家的需要 會作出適當調整 不過部分老人家 真的牙床位置得太厲害 有時候怎樣教都教不了 可能都未必能帶得到 那就唯有再看牙醫 再觀察一下 再觀察一下 但也想問, 有些長者有長期病患 例如糖尿病、心臟病、高血壓 其實他們是否適合裝活動假牙 如果單純血壓高、心臟病、糖尿病 雙假牙這部分是沒問題的 但一些老人家如果是因為身體毛病 吃著一些薄血藥或癌症的藥物 如果老人家又要剝牙的話 就要留意 那老人家可能要跟牙醫 就要再跟他本身主診的西醫 大家商量一下 看看老人家會不會剝牙 或者是否需要在剝牙之前 吃一些藥物 或者有什麼藥物要停止 類似是薄血藥 可能要停止才能剝牙 那就要注意一下 是 剛才提到, 如果裝了活動假牙 就要一段時間適應 但假牙是否要好好護理 是假的 但也要護理 因為活動假牙跟真牙或牙中間 會藏到食物 所以每一頓老人家吃完之後 都要脫活動假牙出來 好好地清潔乾淨 是, 即是底面各樣都要清潔 是… 而且真牙都要清潔乾淨 而且每晚淋睡前 一定要脫掉假牙出來 找水浸住 甚至可能要用一些假牙清潔片 浸住, 殺菌, 牙齒剝笑一點 就不能戴著睡覺 不行, 很多老人家搞錯了 我以為戴著睡覺, 第二招就不用麻煩 直接在口腔裡, 其實是初加 活動假牙每一晚都要脫出來 找水浸住, 擦乾淨 另外, 自己的真牙也要擦乾淨 是 但我想問, 活動假牙 戴了某一段時間後 會否再需要去牙醫再看調整 還是其實一次做了, 調整了 沒問題了, 適應了 這樣一直可以戴下去 其實彭芳芳你問, 問得非常好 其實老友記很多時候以為我傷了副牙 以後自己會老永逸 其實不是的 老友記需要傷了假牙之後 其實每年最少都要找牙醫去檢查一次 因為很多時候老友記 護理得不太好的時候 有時候戴了假牙之後 可能有隱蔽的蛛牙 他自己也不知道 每年都要洗牙蓋, 檢查一下 真正的牙齒有沒有蛛牙 還有看看假牙有沒有什麼問題出現 對, 除了說假牙的護理 也請梁醫生說一下 其實假牙要護理 本身還有剩下的牙齒 都要好好護理, 是嗎 對, 其實我們最常見的牙瓣 蛛牙和牙周病 其實可以完全避免到 只要擦乾淨的話 怎樣擦呢 那就可以了 有牙擦乾的時候 最重要是記住 吃東西的嘴上面一定要擦乾淨 是 而且要留意, 擦牙的時候 很多牙齒和牙齒膜 引致牙周病的牙齒膜 積在近著牙腳和牙肉的位置 所以旅行擦牙的時候 除了擦乾淨吃東西的表面之外 近著牙肉的位置也要擦 按摩到牙肉就為之正確 好, 謝謝梁醫生 假牙和真牙都要好好護理 接下來看看安登專有什麼告訴你 有研究顯示 患糖尿病年期十年的話 有三分之一出現糖尿癌 彎病年期有二十年的話 超過三分之二出現糖尿癌 由於早期沒有任何症狀 所以沒有被察覺 所以提醒彎病人士 每年要進行眼睛檢查 留意有沒有病變 很多老闆記都有痛症問題 最近有一項研究 說135位體質較虛弱的長者 進行特定按摩治療 經過十二個星期之後 發覺痛症的情況改善了一成半至三成 研究顯示這個特定按摩治療 主要按壓長者的頭部和肩部的穴位 可以有助增加血液循環 減輕痛症 以及改善睡眠的質素 還可以舒緩活動者的壓力 真是花團感觸 今天早上老闆記的晉年奇才 就是這位68歲, 黏土奇才 譚春雁姐姐, 早上, 譚姐姐 早上, 你好 春雁姐姐在台上看到這些 全部都是很漂亮的花位 大家看到, 全部都是很小的 很精緻的, 用什麼做的呢 樹枝黏土 樹枝黏土? 是 這種黏土的特性在哪裡呢 柔軟, 而且你想做什麼形都可以 玩了多久? 已經十幾年了 十幾年了? 對 難不難學習? 初時有點困難, 但你熟了就可以 為什麼你又會去學習呢? 因為我的大小姐, 我的大女兒 她最初跟朋友玩 我看得很漂亮, 想跟叫她教我 她就說, 你老人家不懂了 你學什麼? 我的好性心強, 不行嗎? 我一定會行, 不會難 難不及我, 所以就開始學習了 難不難?克服嗎? 初時也有點困難 困難在哪裡呢? 因為要做出形態, 要像就比較難 而且在教式方面比較難 就是調色? 調教顏色 對 就是說易學難精 沒錯 逐棵逐棵看看 看看這棵, 這棵是什麼房間? 副桂子 副桂子嗎? 對 這個一粒粒要… 對, 副桂子 不容易做的 對 旁邊這一棵呢? 旁邊這棵是路邊的小花朵 特別是葉子有葉紋 紋理很清晰, 很立體 還有顏色, 有些邊緣 菇菇黃黃的, 是不是很難做的? 是 又難在…是不是混色? 是, 難在混色 而且要上顏色 要像真的一樣 還有花朵的姿態 又不是完全是一模一樣 但各走各方向 這些是不是要平時 要觀察很多呢?姐姐 也會的, 會的 需要? 是需要的 有時我們做的時候 都會買一盆珍花回來看著做 這棵仙人像很有趣 大家看看 我的手指和仙人像很接近 是 你接近了, 你有多小 這些要做得很久, 細眉細眼 是 這棵是什麼樹? 這棵是日本茶花 這棵茶花, 大家看不見 整個茶花的樹幹 那種立體如何處理? 你當然要做的時候, 要做到形狀很像 然後把泥塗進去, 變得比較像 顏色真的非常像 一場上來, 可以示範嗎? 怎麼做呢? 好 我想做一張紅色的, 可以嗎? 好, 先把鐵絲把彎拆掉 是 用來握手, 用麵粉 這就是那些黏土麵粉? 對, 麵粉已經配合了顏色 它本身是沒有顏色的 是 你要搓成一個圓形, 搓成圓形 這樣就用一些棒, 將它分割 將它分開, 你喜歡分多少份就多少份 任你 對, 因為它的仙人獎本身 也不太規則 是 這樣一下, 將它刮下去 刮下去, 用它去鉗那些… 本身你撻了那些紋出來, 你把它鉗 然後把它鉗下去, 這樣鉗 鉗成形態… 很用神 也是需要一點時間 要放神 對, 這樣鉗 鉗成形態, 如果想它更漂亮 用棒滾好看, 讓它乾了就要上色 要乾了才能上色嗎? 如果你不乾, 它上色就不像 看到了, 就是這樣做出來了 恭喜了, 卓晏姐姐 可以得到 韓太勵心集團有限公司送出 高勵心禮盒價值是4880元 各位老友記 你想參加老友記盡顯奇才 填鎖TVB周刊的表格 連同個人全新近照專才照片 寄回來 九龍將軍澳工業村進才街 77號電視廣播成 開心老友記獸 請你注明是老友記盡顯奇才 又或者是透過這個電郵 把所有資料發放給我們都可以 謝謝卓晏姐姐 謝謝 下次再做點上來 好 讓我欣賞一下 好 謝謝… 今天早上重拍情真 再請到馮漢記先生聊天 是 馮Sir, 我知道你除了對攝影 很有研究, 歷史也知道很多 有看過你的作品 原來你也有教一些年輕人 其實我想現在對攝影有興趣 不僅是年輕人, 我們的內記都很喜歡 但教攝影好像挺難教 因為好像很個人 對 你怎麼教呢 我怎麼教呢 因為我教了幾十年 從青少年到年長都有 也有 我現在的學生 其實有些已經截運退休 是, 但譬如怎樣教法呢 是否給他一個主題 告訴他那個角度應該怎樣 讓他們去試呢 菲林年代你無可避免基本知識 甚至小到怎樣入菲林 入菲林很嚇人入 每一種上機有不同的入法 嚇不住 我試過有一次有個學生入菲林 將菲林反轉來入 拍完後跟菲林出來 衝完出來, 完全透明 什麼都沒有, 因為它反轉了 是 拍不到照片 所以早年 首先要從技術那邊入手 因為認識的工具 這樣操作, 這樣才會拍攝 但是尤其到了千禧年 一、二千年後 數碼化, 超級距離 相機 相機 所有技術層面的東西 其實相機本身 已經抹殺了所有東西 在相機 看不到有光圈, 有快門 以前我們很著重 光圈、快門的東西 因為你教不準, 拍張照片出來 又黑, 又太光亮 但現在不是 現在甚至你說 我想拍張不乾燥的照片, 很辛苦 是, 因為它已經自動對焦 各人已經做好了 什麼都給你搞定 所以2000年後的教學方法 有很大的轉變 那是怎樣教 不是由技巧方面進入 是著重培養每個人本身的性格 他的看法、他的想法 那豈不是更難? 你基本上有入菲林 是否給你一個主題 個人, 每個人都不同 是 要求審理眼光也不同, 怎樣 是, 很難的 有些學生說你又吐血了 我說是, 只會吐血, 吐血水 所以我不能夠胖 所以這麼瘦, 是嗎? 他叫我做教授 我說我不是教授, 我是救授 是, 但你怎麼樣呢? 你是不是讓他們自由發揮呢? 如果是這樣 不是技巧方面的基本 而是概念性的基本 歷史、理論方面的基礎 是, 讓他們由這些知識 是培養到他本身的對社會 對自己, 甚至對世界的看法 其實也是,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時候 很多人已經好像錯失了自己 對於每一件事 你就算拍攝的對象 的關係和感覺 是 如果可以重拾, 其實也是一件好事 是, 因為攝影本身和繪畫最大的不同 就是繪畫是主動的 是 你加一件事, 加一件事 或者減一件事都可以 但是攝影是被動的 是 沒有東西在, 你不能拍照 但是, 在比較新的概念來說 我們很希望能使攝影由被動 轉為主動, 主動去做這件事 是, 其實我想如果現在攝影這麼方便 甚至不需要攝影機 也不需要進飛鏡 可以拿著電話, 隨時都可以拍得到 甚至像你所說, 上一幅比較猛的照片 也比較難 很難 其實算不算某程度上 可以多點主動化? 是 因為方便 是的 其實主動攝影在七十年代後 我們一般在藝術方面的流派 我們叫做後現代派開始 攝影已經開始嘗試這件事 主動去拍攝一些東西 因為沒有那件事, 我會做出這件事 我們叫做安排攝影, 或者叫做舞蹈 很多東西要學, 多喜歡 不是, 是歷程 我們有很多看到的東西, 偏花很大 謝謝房老師今天跟我們分享 如果各位想重溫我們今天的節目內容 可以上TVB.com 下星期再見, 再見… 我會不會有什麼看電腦 在這裡 你會不會有什麼看電腦 在這裡 為 strengths的東西 by bwd6